注意看,女人亲妹野猪,吓得掉进水里,突然感觉她裤衩里进了东西,她低头一看,立刻向男人求助,有东西在我裤装里乱动,男人笑话她连猪都怕,正在赶猪,起初她并不相信,直到下水走近女人,看到对方正在惊慌失措,这才神情严肃地安慰女人,表示这是很严重,可能是毒蛇,不要乱动。 随见,男人聊开女人的上衣,裤衩揪了一条小份,往里看去,女人十分地尴尬,质问她,看什么看,男人反对道,不看我怎么抓里面的东西,女人顿时不敢说话,这时,男人把一只手探进裤裆里,在里面一顿乱摸,女人顿时紧张地瞪大眼,男人偷偷露出坏笑,女人很生气,你干嘛偷笑,不要在里面乱摸,谁知下一秒,一根辣条被男人猛地拽出,远远丢出去,女人不能口呆, 顿时把男人,当成了救命恩人,男人则擦了擦鼻子,表示我没骗你吧,但一想到刚刚的尴尬,女人简直生无可恋,她匆匆上岸,身上衣服都脏了,女人躲在树桶里换衣服,衣服换到一半,她突然注意到,男人砍了不少棕榈叶子,等男人从林子里出来,她却把棕榈叶都绑在身上,包裹住全身,变成了一个树人,那么她要干什么呢,下面让脖子僵僵, 安妮看到这一幕,顿时觉得十分滑稽,但当她听到,男人是准备捕猎远处的孔雀,她非常震惊,孔雀这么漂亮,怎么忍心杀害她,安妮立刻赌气发誓,就算你成功了,我也不会吃一口孔雀肉的,当晚,男人拿出秘制酱料,倒在外胶里嫩滋滋冒油的烤孔雀上,经过木柴探烤,顿时香气扑鼻,安妮已经一天都没吃饭,肚子顿时咕咕直叫,她假装不小心路过火堆, 又扭捏地跟男人打听,这个孔雀肉好吃吗,我倒不是馋了,只是好奇味道怎么样,牛叔抬头看了一眼,并没有多说什么,而是非常大方,把一只超大的孔雀腿扯下来,递给安妮,安妮迫不及待,趁热咬下满满一大口,沙内间,油香肉香混着酥脆外皮,一块涌入安妮口中,她顿时瞪大眼睛,也来不及夸赞食物,着急地往嘴里塞孔雀腿,这也太好吃了吧,早就忘记了之前还说不吃孔雀的事,两人吃得满嘴流油, 十分幸福,还聊起了各自的生活,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困惶倒呢,原来,就在三天前,他们还是互不认识的陌生人,安妮是知名时尚杂志的主编,她跟男友度假,却错过了飞机,只好找了一架私人飞机,飞行员正是牛叔,安妮对救飞机有些不满,但男友看到有一对大白兔的空姐,顿时坚持这架,安妮只好坐上飞机,空姐上飞机时,一屁股坐在了男友身上,男友顿时心花怒放,到达当晚,安妮和男友睡在 度假酒店,度假第一天,安妮正在沙滩享受阳光,便接到电话,工作出现紧急事务,安妮只好临时雇佣牛叔,开飞机回大陆,途中,飞机却遭遇雷暴,剧烈颠簸,突然又被雷电击中,即将坠毁,但在牛叔高超的驾驶技术下,飞机迫降在小岛,度过一晚,第二天早上,安妮从昏迷中苏醒, 发现两人被困慌倒,飞机起落架还坏掉了,手机也没有信号,信号弹更是只剩一发弹药,安妮认为这是全怪牛叔,问他要回七百块报酬,牛叔爽快答应,一百二百三百,但到第四张钞票时,牛叔却把他撕成两半,表示,飞机都飞了一半了,我至少得留下一半报酬,非常公平,安妮却气急败坏,她冲进坏掉的飞机里,拿出救生艇要走, 却意外拽开冲气阀,顿时被膨胀的救生艇堵住,连挤在窗玻璃上,全都变形了,她还不服气,努力抽出左手,颤抖着向牛叔竖起中指,牛叔十分大肚,还是把安妮救了出来,两人去取水,安妮发现了一处淡水瀑布,正十分开心,一只野猪却突然窜出来,安妮哪里见过这东西,顿时花容失色,摔进水里,牛叔简直满脑门问号,这只是只小猪而已,你没见过吗?她挥舞双手驱赶, 安妮也跟着有样学样,突然,她却感觉胯下一两,接着便发生了开头一幕,牛叔赶到,帮她把裤裆里的蛇救出来,飞机里没有食物,牛叔便捕猎孔却烤着吃,安妮经不住诱惑,吃得满手都是油,饱餐一顿后,安妮钻进机舱睡去,时间来到第三天,安妮突然被巨大噪音吵醒,原来,是一架飞机从小岛上飞过,安妮瞬间激动,这是他们获救的希望啊,她赶紧去喊牛叔,牛叔却喝掉了一整瓶酒,根本醒不过来, 眼看飞机就要离开,安妮只好撩开牛叔衣服,拿住裤裆里的信号枪,双手用力往外拔,终于拔了出来,对准天空发射,谁知,牛叔梦里一翻身,安妮顿时狡猾,信号弹射到一边的树上,浪费了机会,等牛叔苏醒,她立刻发现了着火的棕榈树,再低头一看,信号枪怎么丢在一边,再看弹架里什么都没有,她顿时暴跳如雷,你不知道信号枪就在我裤裆放着吗,你随便一拿,万一走火,我不就成太监了, 更不用说,你还浪费了最后的信号弹,安妮顿时不乐意了,表示要不是你绊倒了我,咱俩早就成功向飞机求救了,什么飞机,安妮只给她看,谁知,牛叔看到飞机后,更是气到抓狂,那是个喷气式客机,时速600公里,飞在万米高空,就连炸弹在下面爆炸,都不会察觉,更别提一个小小的信号弹了,两人爆发激烈的争吵, 另一边,安妮离开当晚,男友却在看美女跳舞,欣赏美腿,十分惬意,得知飞机失事后,空姐前来安慰男友,两人借酒消愁,晚上男友送空姐回屋,谁知空姐却想留她过夜,露出一对大白兔,又坐在床上,真的不能留下吗,男友虽然十分心动,但还是拒绝了,谁知第二天,她却在空姐床上醒来,空姐让她穿衣服,看到衣服和鞋子散落一地, 男友却猛了,自己昨晚上都干了什么,另一边的荒岛上,一直吵架也不是办法,两人决定前往荒岛最高处,寻找信号和确定方位,一路翻山越岭,到达了山顶,安妮四处寻找信号塔,却毫无发现,牛叔又拿出地图比对方位,却发现根本没有匹配的标记,这意味着,这座岛从没被发现过,他们很可能被困在这里一辈子,正当两人沮丧之际,安妮突然视线定格,惊呼着叫住牛叔,原来, 远处竟有一艘野生游艇,两人当即决定,要乘坐救生艇前去求救,他们轮流划船,十分盼望能够获救,一直划到第四天中午,眼看就要到达游艇,安妮兴奋地拿起望远镜观察,发现海上停着两艘船,马克接过望远镜,却惊恐发现,是一群海盗劫持了游艇,正大肆屠杀游客,尸体则被丢下海毁尸灭迹,要是被海盗发现,肯定会被灭口,他们赶紧往回划船,谁知,安妮却看到了令人打寒的 一幕,海盗发现他们了,他顿时惊慌,让牛叔赶紧划船,但更糟的是,对方立刻出动了电动小船,直直朝他们冲去,速度简直快地像火箭,船上的海盗各个新手狠辣,手里全都拿着枪,幸好这时,救生艇已经离岸上不远了,海盗却直接开枪,子弹密密麻麻射在救生艇周围,激起冲天的水花,牛叔当机立断,拉着安妮跳进水里,下一秒,救生艇直接被射成筛子,他们拼命游上岸, 逃向小岛深处,海盗却紧追不放,危机关头,牛叔让安妮先走,自己则埋伏在一边反击,海盗一股脑往前冲,顿时被横幕绊倒,摔在地上,冲锋枪也直接脱手,只见牛叔使出三技重拳,海盗顿时飞了出去,牛叔拾起木棍阻拦其他人,安妮却被海盗劫持,为了保护安妮,牛叔只能束手就擒,眼见海盗马上灭口,安妮急中生智,谎称他们带了一项金子,就藏在岛上,海盗信以为真, 押着两人在前面带路,走到一条土坡时,牛叔悄悄眼神示意,也不管安妮有没有看懂了,便拉着他滚下斜坡,海盗开枪扫射,却全被地形阻挡,两人拼命往小岛深处跑,却跑到了悬崖边上,眼前就是万丈深渊,身后,海盗已经追来,安妮惊慌失措,觉得小命要交代在这儿,谁知牛叔竟突然倾塔,没等他反应过来,便把他推下海,自己也紧跟其后,两人相互扶持,游到岸上, 看到失身的安妮,牛叔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情,再次亲吻,经历这么危机后,安妮也已经对牛叔心生好感,两人激情拥吻,为了躲避追杀,两人深入雨林,正当筋疲力尽的时候,牛叔定睛一看,树上竟挂着一架秀气斑斑的飞机,至少有70多年了,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,但没有捕猎工具,他们只好捡些野果冲击,深夜降临,安妮不禁依偎在牛叔怀里,汲取温暖,他安详入睡,牛叔看着眼前的飞机, 突然想到一个点子,第五天到了,安妮突然被巨响吓起,慌张从地上爬起,原来,是牛叔把飞机福桶拆了下来,两人顺着河道,一路把福桶运到了飞机跟前,用来修补飞机,从而逃出去,他们丝毫不敢休息,牛叔砍树,安妮则负责修剪分叉,两人齐心协力,先是用树干搭出支架,再抛出绳索在机翼上挨个固定,接着把绳索挂在树上,通过滑轮阻,歪倒的飞机被扶正了,两人又切下80根长度一样, 一致的竹筒,在飞机下挖出深坑,将浮筒推进坑里,接着把竹筒横放在飞机滚门下,前后个40根,用绳索捆绑固定,一个简易的起落架制成了,突然,一个炮弹落在四周,轰然乍响,是海盗传来了,要将两人彻底干掉,两人赶紧砍断固定支架,炮弹如雨点打在周围,热浪滚滚,安妮先进入飞机,突然火光一闪,牛叔被炸弹击中,倒在地上,安妮立刻扶起牛叔,却发现他左臂受伤严重 掺着他进入飞机,牛叔发动引擎,螺旋桨顿时飞速旋转,飞机缓缓驶向大海,海盗却调整炮筒,瞄准飞机轰炸,可牛叔单手拉不动升降杆,飞机飞不起来,危机关头,安妮咬牙拽住升降杆,两人合力拉动,飞机终于抬升起飞,和炮弹擦肩而过,落下的炮弹反而炸弹在中,海盗纷纷落水,然而,牛叔却失血过多,即将昏迷,他临时教导安妮,如何开飞机和降落, 安妮十分认真,即使飞机摇摇晃晃,他还是成功让飞机降落水面,两人获救,牛叔被送去医院救治,但他们之间的爱情如何解决,又成了另一个问题,第六天,休息一晚后,安妮准备向男友坦白,谁知,对方却吞吞吐吐,非常不安,他跟安妮坦白了和空姐的事,主要是当时不小心喝多了,以为安妮回不来了,而且他确实更喜欢大兄妹,安妮不想再多说什么,他来到医院,探望牛叔, 想确认牛叔对他的感情,究竟是爱情还是一时的异乱情谊,牛叔点头承认,他的确爱上了安妮,但两人身份差距太大,他不愿意回纽约做城里人,就像安妮也不会留下给他当助理,安妮无言以对,伤心地离开了,临走时,安妮跟男友坦白了一切,他认为两人并不合适,不如各自分开,寻找真爱,他摘下情侣钻戒交还男友,两人沉默着分别,另一边,牛叔却坐着直升机赶到,飞奔穿过机场,他还是放在那里, 放不下安妮,决心和他一块,但等他胆道,去往纽约的飞机刚好起飞,他顿时茫然无措,突然间,安妮出现在他面前,原来,他并没有选择坐飞机,而是回去想找牛叔,两人见面,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让他们感情越来越好,最终走在了一切,希望他们能幸福,另外呢,回了就喜欢看,被困晃倒的电影,很好看,推荐去管原片,好了,本期呢,就到这了,记得给收入点赞,有关注和订阅,我们下次见啦,拜拜。